又到了我们爱买风台湾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像水晶一样 晶莹剔透的苦瓜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 洗完整身 深情专注地走在瓜棚底下 能种出水准极高的水晶苦瓜 归功于它蔡吉隆 蔡吉隆年仅35岁 原本是一位网路工程师 独自一人在外地工作 和家人相隔两地 于是蔡吉隆舍弃高薪工作 转身投入家乡农业 那也有一种传承的意思 因为现在农村的人口都是老化 那有需要寄些年轻人回来传承 因为这毕竟是在地的产业 跟自己的故乡 蔡吉隆一切从零开始 原本对台湾农业知识 懵懂迷惘 蔡吉隆不辞辛劳 总早到晚费尽心思研究 练就一身务农的好功夫 蔡吉隆为了让一手栽种的苦瓜 在市场上达到最高水准 他不嫌麻烦 将瓜棚里的苦瓜 从拇指大的小果石 就开始套戴逼光 为的就是让苦瓜各个晶莹透亮 栽种过程中 蔡吉隆讲求有机种植 使用含有甲壳素的天然肥料 不但持有彩销履历 也取得吉约普认证标章 市面上的苦瓜白白酒 营重选购入口即化的苦瓜 可是有诀窍的哦 一般的话我们挑选的苦瓜就是 它的光先从它的光泽看起 然后再看它的米粒 就是有八粒 有八粒的话它的苦瓜就是 它的肉就是更厚 那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爱买精选的水晶苦瓜 又别于其他 想要买到可口又健康的苦瓜当料理 当然是来爱买就买得到咯 来爱买最划算